说快递自己飞了 近日山西超市收包裹的货架上 沾满了黏糊糊的颗粒 调取监控找到真凶 一个快递突然炸飞 同时飞浸出浓浓百香果汁 喷得哪哪都是 这一箱百香果威力真不小啊 随后快递员给顾客打了电话 把情况告知了顾客 顾客也挺懵 马上到手的快递竟然自己飞了 提示大伙天气热 百香果容易发酵产生大量气体 储存的时候一定得注意了 说夏天打散都有啥姿势 咱来一起长长见识 一号广西吴州 一段女生防晒 一人打三把伞的视频走红了 林同学说 打三把伞的女生是她的朋友 最近天气很热 太阳很大 打一把伞还是会晒到两边 女生就展示了 夏天打伞的正确姿势 还告诉大家 这种打伞的方式一点也不晒 就感觉自己好像还在室内一样 这一半相 有点像神话故事里的放晶 又有点像铁甲小宝里的丸子龙 看着有点闷啊 咱别捂出肺子 说别误会 这是正常拍摄 这不是快镜头 近日河南信阳 一段17岁体育生跑步机上飞奔 好像踩了风火轮 呼呼带风 小猪同学说 他和队友一起到健身房训练 在跑步机上跑 让队友帮忙拍视频 发给教练 让他纠正自己的动作 平时训练都比较拼 速度在百米11秒左右 这速度快的 都快看不清腿了 疯一样的少年啊 保持状态继续加油 说大意了 近日河南郑郑远妈妈骑车 把孩子垫掉 却浑然不觉 一路向前 独留孩子坐在路边哭 旁边就是急速行驶的车流啊 好在路过女子发现异常之后 一把抱起孩子 踩着高跟鞋边追边喊 美女你别走 你孩子掉了 喊半天妈妈都没回头啊 这家长也太粗心了 为好心路人点赞 也提醒大家 带娃别这么粗心大意 自己一时的粗心 酿成无可挽回的后果 到那个时候 可真是后悔都来不及了 说不爱但请别伤害 今日吉林通话一84岁老人 被家中保姆 狂扇耳光的视频 让人气愤 老人几次求饶 保姆都没停止 通话是公安局 东昌区奔局通报 警察保姆段某 女57岁 在罗某家中 对罗某实施殴打行为 证据确凿 已经涉嫌刑事犯罪 目前公安机关 已经立案侦查 并对犯罪嫌疑人段某 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此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想要这份工资 却不想做这份差事 太可恨了 严惩不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